皇后妹妹拍拍手 贴身侍女端着银盘上前 里面摆着一壶 冒着死亡白沫的毒酒 喝俩玉杯 李云抹去眼角的泪 对我惨淡一笑 姐姐 这是陆神医送我的假死药 她早在父亲去世那天 就知道 沈恒绝不会守着我一人 我也知道 你当初嫁给靖王 是因为我先嫁 你才嫁的 现在我要走了 你走不走 我傻眼了 啊 不是啊妹妹 皇上举办选秀 给自己那妃 关靖王屁事 你死你的 我不想死啊 天杀的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嫁给靖王审彻前 我只是王府管事的女儿 生活起居比丫鬟们高一点 后来父亲跟随定王起事 打赢几场胜仗 死后被封为安国侯 妹妹与定王情投意合 事成后被封为皇后 而我这个吃白饭的咸鱼 蹭了父亲和妹妹的光 嫁给皇上的树胸审彻 现如今 我是屁逆天下的靖王妃 打个宝格 都有下人变着花样垮 除了在床榻上 被沈澈折腾得半死不活 其实我过得还真不错 李云枯施帕子 父亲为了沈恒称帝出世 这才入土三年 他 他就要变心了 我小声开口 父亲不是喝酒喝死的吗 李云有些尴尬 那也是为了他称帝开心 多喝了几杯才喝出世的 我不管 我不管 反正都怪沈恒 妹妹见我 一脸不知情的样子 眼里又涌现泪泉 姐姐你 你难道忘了 忘了靖王心里 有个白月光啊 关于沈澈那个白月光 我嫁进靖王府后 从下人口中 隐隐约约有些听说 传闻他与沈澈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双方父母早已定下婚约 只等当时 还是定王的沈恒打进京城 杀婚君斩乱臣 就为二人举办成亲仪式 可惜那婚君走投无路 将沈澈的白月光 绑到城墙上 逼迫沈恒他们 退兵千里 那位白月光姑娘 高风亮节 她不愿让婚君 继续鱼肉百姓 从城墙上 一跃而下 我军气势大涨 沈党杀神 佛党杀佛 一路杀进皇宫 而沈澈更是痛心疾首 在她尸体面前常跪不起 我和李云提起那位神女 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那么好的姑娘 别说沈澈放在心里 就连我都心生崇拜 静王一直对你没个好脸 还不是痛恨你 占了她心上人的位置 姐姐 实不相瞒 我在江南产业富可敌国 还开了间 专供贵妇享用的风亭楼 除了细皮嫩肉的小白脸 威武健壮的操汉 就连那传闻一个顶俩的昆仑奴 都有 李云笑得无比奸邪 我心中一跳 听闻昆仑奴深受寡妇喜爱 李云拍拍我的肩膀 哎 与其整日冷脸洗内裤 不如跟妹妹一起 去江南逍遥快活 我垂眸苦笑 沈澈每天很晚才回来 整日冷脸对我 只有在床障里 她才愿意跟我多说几句话 一想到那些不堪入耳的话 我小脸一红 李云离开前 叫我好好想想 毕竟这次选秀的秀女里 有一位与沈澈白月光长的 一模一样的爵士美人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直到屋外婢女点亮油灯 沈澈掀开帘子 见我毫无困意瞪着无辜大眼 与她对视 她再无顾忌 一两下包光自己 扑了过来 良久 我抿了下唇 情不自禁地想到妹妹的话 王爷 听说皇上要开办选秀 您要不要也趁机会 给我找个妹妹回来啊 沈澈抬起头 汗湿的发丝还贴在额角 一双单缝眼散发着阵阵寒气 逼得我浑身打哆嗦 沈澈将湿透的小衣丢到帐外 把我的胳膊塞到被子下 抱住我平复呼吸 好 我答应你 睡吧 明早我还要上朝 好 我哈欠打到一半 才恍然大悟 她绝对有心事 要不然 为什么会转移话题 我在心里编出一大堆话 挑出一两条问问沈澈 看她是不是会带秀女回家 如果她真的带人回来 那我就跟妹妹一起假死逍遥江湖 旁人都笑我蠢 说我若有妹妹一半精明 定能寻个不错的人家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我笨归笨 却嫁给了世间最英勇的男子 我偷偷地看着躺在身旁的男人 嫁给他 我不后悔 可妹妹是我在世间唯一的亲人 她去哪里 我就跟去哪里 沈澈紧闭双眸 炙热地呼吸喷洒在我脸上 酥酥麻麻的 见她睡得这么香 我也困了 算了 明天再问她 一日 当我一觉睡到晨时 身旁位置早已凉透 侍女伺候我洗面梳妆 王妃 您今日要穿哪件复宴 我邪密一眼 目光落在用金丝绣成的孔雀石榴红裙上 记得大婚那日 审彻迫不及待把我压在床榻上 夸我穿红好看 她最是欣喜 就那件吧 正巧四月牡丹花开得正好 宫里举办赏花宴 宴请四品以上官员 家中未婚女子赴宴 其目的就是为了给皇上相看后妃 身为皇后的妹妹亲自操办 彰显她母仪天下的金贵 其内里还是不愿看到 有新人陪伴沈衡 特意叫我这新来的京城第一美人 打扮得张扬漂亮 让那些自命不凡的秀女 卑鄒失色 当我身着红衣艳冠裙方 那群娇羞可人的未婚女子 在我的衬托下 显得如泉水寡淡 李云笑眯眯地握住我的手 咱们都老了 不如这些花姑朵年轻漂亮 那群花姑朵看着雍容端正的皇后 又看看明艳动人的静王妃 都纷纷低下头 不敢自夸漂亮 自然有人看不顺眼我们的小心思 宁国侯夫人凑到我面前 怪不得静王见了静王妃 便将旧人抛之脑后 要我是静王 见到静王妃这个绝世美人 什么青梅竹马 什么梁小无猜 我也能忘得一干二净 李云怕我难堪 关心地看了我一眼 见我一脸没心没肺地摸着脸 对宁国侯夫人 巧笑奄然 她闭上了嘴 忘记我就是个笨蛋 肯定只听出夸我的话 没听出她挑拨是非的深意 宁国侯夫人像是打在一团棉花上 被我搞得很不爽 她看向那群斗寇年华的少女们 感叹道 虽然王妃艳惯群芳 可还是不如新人新贤 听说不止皇上要那妃 还要给静王那个侧妃 尚书夫人故作惊讶 静王这么多年都没那侧妃 怎么京中来了个和云阳郡主 一模一样的美人 她就要那侧妃了 贵妇人们找到话题 你一言我一语 我在没心没肺 心里多少有些不好受 李云将我带到凉亭里 你听到了吧 审彻要那侧妃了 虽然你这么笨 可你的美丽刚好弥补了这一点 但是白月光一出现 无论你多漂亮 与她同住一府闹出矛盾 你才审彻偏心谁 我浑身无力地脚着手里的紧怕 审彻就是贪图我的肉体 李云对我说 男人都爱喜新厌旧 无论你再漂亮 都没有新人好 姐姐 跟我一起下江南 咱们睡了沈家兄弟这么多年 再怎么好吃的菜 做久了锅都会吐 李云信誓旦旦 隔天我往你府上送个新人玩玩 虽比不过审彻俊朗无双 但她的花招多呀 忽然 池塘那边喧闹起来 每年都会有那么几个新鸡女 故意趁宴会落水 来一出英雄救美 以身相许 李云有些开心 沈恒作为皇帝 肯定不会亲自下水救人 希望掉进去的女人 是这届秀女里最美的 这样我就少一个对手了 人群给我们让开一条道 走到礁石前 想看看是哪个英雄救下美女 当我看到沈澈将怀里的红衣女子 递给婢女 浑身湿透地站在岸边 像是察觉到我的目光 她朝我看了一眼 只是一眼 便跟着人一起离开 李云想起先前的幸灾乐祸 不知道对我怎么开口比较好 静王一向乐善好施 那女子识相点 别搞什么失劫自杀 她也不会因此娶一个女人回家 我脸色惨白 呆呆地问李云 如果 我说如果 她就吓得那个人 是和云阳郡主容貌相似的人呢 李云紧皱眉头 你该不会真的爱上了她吧 我要纯道 不会的 你比沈澈更重要 从赏花宴回来之后的几天 沈澈都没来 找我解释那日的事 湖边侍卫众多 我不信管事 不会安排善长水性的侍卫 偏要她一个 玉叶荆轲的王爷下水 听府内丫鬟们说 每次沈澈半夜回来 都会在前院书房歇下 管事问她 是否要跟我说一声 沈澈叫她 不要对我说她回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那种见她回来 眼巴巴凑上去的那种人 我叹了口气 心里有点闷闷的 猜测沈澈是不是见到 跟云阳郡主相似的美人 便不想再面对我了 我悲愤之下 吃午饭的时候 叫小厨房多做了一道水晶肘子 这王府的厨子 有那么两把刷子 这肘子卤得咸淡适宜 肉皮松软 入口即化 就连骨头上的脆骨 都格外脆爽 几日后 妹妹乔装打扮出宫 邀我去明月湖游船钓鱼 最主要还是为了旁边 登月楼里的糖醋鱼 李云说 咱们假死后 我也要把这厨子带走 到时候 一边看美男跳舞 一边吃糖醋鱼 我挑了剑不打眼的翠绿长裙 手里拿着牡丹团扇遮面 看到妹妹一身男儿打扮 毫无因皇上内非的愁绪 心里说不出的羡慕 小时候 王府内的下人 都夸妹妹聪慧机灵 若是男儿身定能 积身朝堂大展身手 而夸我的时候 就说我长着一张 倾国倾城的美人脸 笨一点无所谓 只要将来夫君爱慕 也能过得很好 只是我的夫君不爱美人 爱的是白月光 突然 旁边的船 恍若无人般游进 我亲眼看到滑奖的小丝 特意往我们这里撞了过来 未来的几躲避 巨大的力道将我冲撞进湖里 春日湖水还泛着彻骨的冰冷 我越想张口呼吸 涌进来的水越多 就在我意识涣散时 被人拽住衣领就上船 幸好妹妹出门游玩 都会安排武力高强的宫女 跟在身边 我被成功就上船后 被湖面冷风一吹 并奄奄地窝在妹妹怀里 冻得浑身打哆嗦 赏湖游玩乃文人雅兴 岂能容你在此唱叫扬极 身着红裙的女子掀开帘子 目光巨傲地看向我们 李云和我见到 她都不约而同地愣住了 那年云阳郡主来北地定王府游玩 沈恒那时乃定王世子 承担起照顾这位远亲表妹的职责 妹妹和我穿着小丝的衣装 混进队伍 与定王府兵一起到草场游玩 云阳郡主一身飞红衣衫 笑得张扬肆意 我和李云都见识过 云阳郡主的爵士美貌 最近经中传闻镇守边疆的 李大将军嫡长女李长红 容貌神似云阳郡主 也常穿红衣 或许是风吹进眼里一粒沙子 眼睛莫名其妙地酸涩起来 难怪沈彻夸我穿红衣好看 原来是他爱的人 喜欢穿红衣 不过 见到他穿着一身熟悉的红裙 我更加确定 那日沈彻就上来的人 就是李长红 太像了 就连我都觉得像 那么 思念心上人几千个日夜的沈彻 会不会也觉得像呢 我扯住李云的袖子 阻止他为我讨回公道 周围人那么多 你是皇后 本就不该出宫游玩 若是被他们宣扬出去 会给你招惹很多麻烦 我用袖子掩住口鼻 倾壳几声 看向大丫鬟翡翠 翡翠议会扬声道 来人 把刺杀静王妃的歹徒 就地诛杀 静王妃 李长红痴笑一声 静王妃好大的面子 竟要捉拿静王的人 还是说 静王妃与静王恩爱传闻 都是假的 连静王身边的亲兵都不认识 停静的湖面 扬起一阵邪风 扶起红裙 露出端坐在里面的男子 一节银白衣料 我面色惨白 抬眸对上李长红 充满挑衅的笑颜 一股无力凝聚在心头 无以言说 既然静王在姑娘船上 那你们就继续游玩吧 我把脸埋在李云怀里 颤声道 我 我不打扰你们雅兴了 今日是休暮日 他百忙之中抽出一段时间 不陪我这个静王妃 而是跟见过几次面敌李长红去游湖 明知道我被冲撞进湖里 他却始终坐在船舱内 没问我有没有受伤 一日敷七百日恩 或许在沈澈眼里 他真的恨我霸占心上人的位置 所以才对我如此作践吧 沈澈游玩至傍晚 兴兴而归 来院里看望我时 被我安排的丫鬟 用怕过了病气给他围由劝走 这几日 我不断地从翡翠口中 得知沈澈的动向 听说他用黄金万两 为李长红寻觅千里马 又或者为了给李长红撑腰 在宴会上打脸欺负李长红的贵女 也有提到我的传闻 说李长红不愿作妾 沈澈发誓许他平妻之位 专宠他一人 经中盛传一段佳话 就连最大的茶楼里的说书先生 也感热度把沈澈和李长红的故事 写成画本 每周都会分出三天时间 歌颂他们之间的爱情 而我这个靖王妃 真就成了个百事 李云怕我病中欲气难输 派人从江南丰亭楼 调过来几个头牌 俏力送进靖王府 一个给我弹琴 一个舞剑 一个伴我快活 年轻健壮的少年郎 脱掉长衫 露出一身剑子肉 五剑花招迷人眼 身姿犹如仙鹤般飘逸 看得我情不自禁吞咽口水 沈澈尊规手法 从未在白日袒露肌肉 夜里红杖翻滚 我偶尔能借皎节月光 看到沈澈上臂的肌肉 身旁还有个美男 往我嘴里塞进一个清爽鲜甜的葡萄 另一只手托在我下巴处 垂眉顺眼地接住我吐出的葡萄皮 我在他们的滋润下 脸颊饱满红润 早就把沈澈遗忘在脑后 甚至忘记我所在的地方是静王府 沈澈偶尔也会在白日里回来 翡翠惨白一张小脸 扑到我面前大喊 王妃 不好了 王爷回来了 在场所有人皆是一惊 就连笼子里的鹦鹉 也发出跟我一样的惊叫 我坐在贵妃椅上 指挥那群美男们 穿上小丝的衣裳 把古琴丢进柴火堆里 又将剑插进扫帚里 假装扫地 沈澈走来时 见我淘腮粉面 眼里的欢愉还未退去 他冰着我看了会儿 侯姐耸动 一股火气聚在小腹 而我心跳如骨 生怕被他看出点啥 王爷怎么回来了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的话 就别回来了 沈澈微微一愣 本以为我会露出怨念 又或者逼问 他跟李长红的事 可我一副巴布的 他永远都别回来的模样 成功惹怒了他 他撩起长袍 将我抱到腿上 翡翠说 你病得不能见我 我今日特意休息一天 来陪陪你 现在一看 王妃气色这么好 使我多虑了 我心虚地用团扇遮住脸 哪有 王爷是臣妾的良药 本来还头晕的 见到王爷 立马就不晕了 沈澈被我花言巧 雨迷的笑出声 目光游离 在我微微敞开的衣巾 白腻的肌肤 在日光下 白得近乎透明 我被他眼底的情欲 给惊到了 自从我经历了 被他冷落陪伴新人的时候 就不想跟他同床共枕了 我有解体 讨厌二手货 王爷 臣妾感觉有点头晕 先不陪您晒太阳了 缠在我腰间的手臂 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 沈澈低头 绣了绣我的头发 闻见一股 不属于我的香味 眼里聚了团黑气 我紧张到快要吐出来了 天杀的 你不去陪李长红 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王爷 听说最近您在陪李姑娘 今日怎么不去了 沈澈一向不喜女子 捏酸吃醋 果不其然 听我提到李长红 她掀开眼皮 静静地打量着我 我汗如雨下 祈祷她赶紧走 你吃醋了 不会 臣妾嫁给王爷的时候 就知道会有其他妹妹 陪我一起伺候王爷 我笑得有些僵硬 我看啊 李姑娘挺好的 最近听人说 李姑娘跟王爷游山玩水 郎有情妾有意 我想王府马上就会迎来喜事了吧 沈澈听完我的话 没有一丝喜悦 相反 四周温度随着她眼里的寒气 瞬间骤冷 沈澈将我放下 站起身 既然王妃这么想得开 这次我多给你那几个好妹妹回来 这样也有人陪王妃说话 犯不着出去胡玩 落水生病 耽误伺候本王 我心头一梗 垂下眼皮 遮住其中的怨念 还好 我最亲近的人 不是沈澈 而是李云 夫君可以有很多 但是妹妹只有一个 沈澈瞥了眼 站在旁边的我 心里有股怨气 不上不下 若是我跟她生生气 撒撒娇还好 每天一傅见到她 就像兔子遇上狼一样 沈澈不明白 她是我的夫君 为什么我会惧怕她 她拂袖离去时 走到一个低头扫地的小厮旁边 忽然闻见一股很熟悉的香气 沈澈神情威正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嗅觉 我见到她 站在那个为我吃葡萄的美男前 吓得腿一软 若是被她知道 我私底下美男美酒样样都来 说不定会把我进猪笼 给李长虹 让出敬王妃的位置 翡翠及时扶住我 那容貌俊朗的小丝 没有旁人黑 身上还有股浓郁的香味 能引得女子心花怒放 是风亭楼的秘密配方 沈澈不悦的皱眉 命令道 你给本王抬起头 那小丝腿软手抖 一把长剑从扫帚里掉了出来 看到地上的剑 沈澈表情很难看 连忙退出十米之外 还未等她有所反应 我先叫来侍卫 把那貌美小丝就地诛杀 美男临死前 瞪大眼睛盯着我看 好像在控诉 我是多么粘坏的负心人 沈澈扭头对着我 露出一抹带着怒气的笑容 这刺杀本王的 刺客长得也是颇为俊朗啊 若不是有这柄长剑 本王还真会认为 是王妃养在身边姐闷的 我对她扯出一抹僵硬的笑容 在俊朗也比不过王爷 您放心 给我姐闷的人 只有王爷的侧妃 不会有其他外难 沈澈狠狠地磨了下后草牙 带着亲兵扬长而去 我劫后余生地 瘫软在贵妃椅上 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翡翠 叫人把她的尸体埋了 皇上奈了一批三才人 其中 母家最显贵的是 尚书之女丽妃 也是一进宫 就抢走妹妹荣宠的恶毒女人 听闻丽妃娇小玲珑 一双莲花小脚 能稳稳当当地 站在男人掌心里 惹得皇上一脸宠幸七日 往年皇家在明月湖 举办赛龙舟 皇上身边的女人 只有妹妹 这次多了几位 花容月貌的嫔妃 妹妹看起来憔悴不少 我坐在欣赏赛事 最好的明月亭里 身旁坐着的 都是在二品告命以上的贵妇 夏日闷热 我懒洋洋地躺在贵妃椅上 享受宫女亲手包的冰冻荔枝 我十根手指白皙柔嫩 嫁给静王后娇纵惯了 就连包荔枝都觉得手疼 那群贵妇们最喜欢屈炎腹事 听说皇上格外宠爱丽妃 便一个个围着尚书夫人说好话 恭围着 尚书夫人瞥了我一眼 今年好事颇多 宫里不仅添了几位 花容月貌的嫔妃 就连静王府也快有好事相进 我把团扇搭在膝上 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 尚书夫人女儿多 往后宫里塞一个不够 还要往静王府里也塞一个 我见尚书正直壮年 夫人应该为了大人子嗣着想 给他多塞几个美人 以保自己贤良淑德的美名远扬 还能多生几个女儿塞到宫里或者王府当妃子或者侧妃侍妾 明月亭里一时鸦雀无声 都没想到蠢笨是人的静王妃 也跟皇后一样 牙尖嘴利 尚书夫人的脸色最难看 经中一直都有尚书夫人虐待数子 毒杀良妾的丑闻 今日我心情不好 懒得与他们虚语尾仪 侧妃合妃都是妾 以自己女儿为妾欣喜 那就把家里的女儿都嫁给别人做妾吧 明月湖里响起一阵男儿的喧嚣喝彩声 只见静王审彻脚点船头 身轻如燕地飞到红骨面前 一举夺得头筹 女宾这里也都同时看向 一脸骄傲的李长红 有人推了李长红一把 叫他去沈澈面前庆祝 李长红面若逃离 眼里泛着恋艳的春光 咬了下唇 朝沈澈走去 我看到这一幕 心里像压着块石头 连着心脏的食指都疼得发臭 就算我跟沈澈 只有床子之间的关系 可不代表愿意看到 她和别的姑娘谈情说爱 皇后身边的大宫女来到明月亭 叫各位贵妇小姐 移步到别处享用席面 宴会上 皇上身边分别坐着李云和丽妃 以往皇上只会跟妹妹一人说话 偶尔还会给她夹菜 这次 妹妹闷闷不乐地喝着小酒 有时瞥见沈澈对丽妃虚寒问暖 丽妃故作娇羞地为沈澈布菜 妹妹会忍不住吃笑一声 丽妃忽然站了起来 身后跟着一个端着银盘的宫女 来到妹妹李云面前 丽妃没想到 妹妹不仅没有气急败坏 还笑盈盈地从她手里接过酒杯 十分畅快地一饮而尽 宴会进行到一半 我右眼不安地跳动 总觉得会有坏事发生 就在李云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提前退席时 当着皇上和所有大臣的面 吐了沈衡和丽妃一身血 晕倒在大宫女怀里 我惊慌失措地 推翻面前的矮桌 妹妹 一不小心 摔了一跤 金碧辉煌的昆宁宫里 乌鸦都不敢立在枝头提叫 庭院前跪着一排宫女太监 里面的主子出事 他们也得跟着一起陪葬 沈衡吉的焦头烂额 恨不得把那些没用的太医 全部给杀了 其实我觉得最应该去死的 不是给皇帝打工的太医 而是让自己的妾室 杀了皇后主母的皇帝 如果她不奈飞 怎会有女人为了争风吃醋 毒杀皇后 宫里颇有声望的许太医 放下李云的手腕 冲沈衡跪了下去 我用帕子掩住哭声 趴在李云身上哭得肝肠寸断 早知道我就答应跟李云一起假死 这样她就不用真的死了 爸爸和妹妹都死了 还会有人把我当孩子宠吗 沈衡面色发白地坐在椅子上 李公公问她如何处置丽妃 我抬起头 红了一双眼 还处置什么呀 继续宠啊 妹妹没了 你不就可以把你的宠妃 捧到皇后位置了吗 沈衡死死地瞪着我 我不畏惧 同样瞪了回去 大不了 把我也一起给杀了 沈衡将目光转到妹妹身上 呼得泄了气 双手攥紧 因害怕失去爱妻而颤抖 宣镇指意 丽妃毒害皇后 赐毒酒一杯 尚书同罪 诛灭酒足 李云听到旨意 轻轻地动了下手指 沈衡将我推到一边 握住李云的手 双眸心红 眼里皆是不舍 李云却像是没有看到她 对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姐姐 以后没了我 你该怎么办啊 爹爹和娘都没了 我也没了 没人护着你了 我快哭断气 不 我 我不用你们 护着 我一个人 就能好好活着 你也要好好活着 李云苦笑摇头 我活不了了 只希望姐姐能好好地活着 只是 她眼里含着泪 颤音道 只是 静王那样冷的人 有了新人 会 会容得下你吗 沈衡立马接话道 我会护着李青 云云 你会好起来的 还记得那位路神医吗 我替你找来 一定能治好你 说到最后 沈衡气不成声 扶在爱妻的手背上 肩膀因痛哭而耸立 李云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 也没有看沈衡一眼 我病了 是心病 我让翡翠把沈衬拒之门外 除了她 我谁都不见 夜里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五脏六腑像是燃着一团火 烧得嗓子冒烟 只能发出沙哑难听的声音 一只宽大的手扶着我的肩膀 另一只手举动温柔地为我喝水 被温水滋润后 好受多了 我慢慢地掀开眼皮 透过帐内油灯 看到沈衬紧皱着眉头 一脸关心地看着我 眼里还有一丝怨言 恨我只顾念姐妹情 宁愿随妹妹而去 也不管她这个夫君的感受 怎么是你 翡翠呢 翡翠是个忠仆 不怕我这个王爷怪罪于她 倒是很听你的话 我惨淡一笑 王爷 她是个好姑娘 等我死后 你将她送到郊外的庄子上 把房契给她 就当是我送给她的嫁妆 沈衬用力地握住我的肩膀 杀人如麻的靖王殿下 也会失控到声陷不稳 你死什么死 你死了 我就让翡翠跟着死 我浑身无力地恩了一声 沈澈紧贴着我的指尖 微微发颤 你嫁给我 是自愿的 还是因为李云是皇后 你要跟她在一起 所以才嫁给了我 我抬起头看着 沈澈这张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俊脸 与我蠢笨不同 所有人都夸沈澈才高八斗 只是出身比沈恒稍差了一些 最近臣妾听见很多传闻 我苦笑道 他们都说 靖王府要迎来喜事 你喜欢李大将军的女儿 那位我亲眼见过 不是个好相处的姑娘 如果殿下要娶她 可否等我死后再娶 这样就不用费尽心思贬低我 娶她为平妻 而她也能名正言顺地 成为您的正妻 替我与您白头偕老 沈澈将我拥入怀中 呼出的热气 打在我冰凉的脖梗 惹得我想贪一些温暖 但是我一想到 这个温暖的怀抱 也抱过其他姑娘 我就觉得恶心 不会 我不会娶她 那些传闻不可信 我和她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我觉得很奇怪 可是那日在明月湖 她故意让人把我撞进水里 殿下与她同成一周 怎会不知 她拿殿下压我的时候 你没有站出来 为我说话 前几日 您拿到赛龙舟的头筹玉佩 转头我就在李长红身上见到了 这不是爱 哪种是爱 沈澈刚要开口 我就忍着恶心 打断她的话 殿下莫要说爱我 爱我 难道就是让别人做见我 你爱的是我乖巧听话 这种爱适合放在动物 不适合放在我身上 我是人 不是猫狗 我乖巧听话是优点 不是你拿来侮辱我的理由 我双手撑在她的胸口 推了推 夜深了 庶臣妾无力伺候殿下 您要是实在忍不住 可以去找李长红 也可以去找丫鬟开脸 沈澈紧绷着下巴 好似暴风雨前一刻 只要我再说句难听的话 刺激她 她 她也许就会把我按在床上 用夫妻之间独有的方法惩罚我 好在沈澈见 我病到嘴唇失色 连眼皮都无力掀起 没有那么变态 喜欢逼迫一个将死之人 她把我放倒在床上 用手温柔地抚摸我的脸颊 我们之间有点误会 之后我会好好跟你解释清楚 这段时间里 你不让翡翠让我进来看你 那我就把她给迷晕 偷偷进来 我心急如焚 万一翡翠稀释过多 变成傻子怎么办 沈澈眼里闪过一丝狡黠 这是你的事 她标下这句话 潇洒地离去 留我一人在屋里垂床呐喊 面对这样一个狗男人 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呼的 我想起那日李云拿过来的假死药 对哦 我可以假死 脑海里浮现江南清秀美男 拂秀做事的画面 留着哈拉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白日里我准备收拾小行囊 安排假死跑路的事宜 晚上我乖乖地往脸上擦粉 躺在床上装作一副病入膏肓的假象 迷惑专挑夜里来看望我的狗男人沈澈 我脸上的粉越来越厚 沈澈的眼睛越来越红 若不是翡翠跟我说 沈澈打算打着李长宏的旗号 跑到边疆探望李大将军 令府内管事做好迎娶侧妃的打算 我都会被沈澈给迷得不想死 中秋节后 沈澈要带着李长宏去往边疆探望李大将军 这是他第一次在太阳高悬空中时 回府探望我 他走进来的时候 我正面若桃花地躺在床上看画本 一个女人和七个男人的故事 他看到我健健康康的模样 单手拽住沙杖愣在原地 我吓得把画本藏在屁股下面 王爷 今天 嗯 怎么回来这么早呀 早到我都没来得及往脸上敷粉 沈澈眼含深情地搂住我 我今日回来 是要告诉你 我要去边疆一趟 嗯 我听说了 你别误会 我这次去 王爷要做什么 我都信 我对沈澈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我只有王爷一个亲人了 王爷那么好 肯定不会负我事吗 沈澈恩了一声 盯着我的唇 眼底多了一层玉色 我翻了个白眼 胸脯软软地贴着他 沈澈显然也感受到胸前的异样 二话没说 打横抱起 我入了床障 我慌张地抓住他的肩膀 只要我一张嘴 他就把我亲得七荤八素 根本容不得我 拿病态推延 一个时辰后 沈澈穿戴整齐 回头看了眼 瘫软在床上的我 他笑了声 等我回来 我想要一个 跟你一样可爱的女儿 我拍掉他乱动的手 翻个身 扭扭屁股背对着他 想要女儿还不简单 去找李长红生啊 月黑风高 一只浑身漆黑的玄猫 轻盈地爬上枝头 一行从中原前来的队伍 停在驿站 沈澈累了一天 收到手下送来的家书 想起临走时 我跟猪仔一样 懒洋洋的模样 嘴角扬起一抹 可融化冰霜的笑容 只是当他拆开信封 一目十行 扫过暗黄色的宣纸 沈澈突厥一股炫蕴 单手撑着桌面 稳住身形后 目字欲裂地瞪着上面说 王妃病逝的内容 若不是这封信 是来自于他的亲信 还有说 投毒的人是突厥国奸细 沈澈还以为是他那 捏坏的小王妃的恶作剧 轻轻 沈澈单手捂住眼 一滴泪从指尖滑下 砸在宣纸上 他这些年 亏欠妻子的太多太多 妻子不知道自己的秘密 也太多太多 本来打算干完这件大事 回到妻子身边 与他田园相伴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却不曾想 上天不给他这个机会 是不是我太坏了 你都不给我机会对你好 轻轻 轻轻 沈澈吐出一口血 打湿了写着 妻子病逝的恶号 他单膝跪地 强撑着一口气 把那张字迹模糊的宣纸 死死地按进怀里 翡翠在王妃葬礼上 连续哭了七天 直到管事的 怕他也死在王府 将一张房契 和一百亩京郊良田的契书 都塞到他怀里 试图打发吊他 翡翠刚拿到手 就喜笑颜开地 拿起早就收拾好的 小包袱走了 徒留管事 站在原地风中凌乱 一辆马车 趁着城门将官之际 是向京郊外的庄子上 京城周边 有一个良田富饶的御田镇 四近小院坐落在 护城河分之旁 翡翠跳下马车 摇摇地看到 枝头挂着几盏油灯 底下一群人 热热闹闹地 零和吃烧烤 我咬了一口鲜嫩多汁的鸡腿 朝翡翠挥手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 快点 我还给你留了个鸡腿 要是再晚点 只有鸡屁股吃了 翡翠笑嘻嘻地凑了过来 嘿嘿 我就知道小姐会一直等我 这鸡腿真好吃 是不是涂了土蜂蜜 你这嘴比狗嘴还厉害 嗯 这蜜蜂采得桃花蜜 我们来到李云口中的江南时 已经到了秋末 空气里飘着甜滋滋的果香 我和翡翠赶路时渴了 就从枝头上采摘新鲜的桃子吃 有时候果农不再 我们会把装着银子的小袋子 绑在桃树枝上 江南四季如春 偶尔也会下一场饱雪滋润农田 这里的人不像北地的人皮肤干裂 就连男子都生得细皮嫩脸 我们一行人闲得无聊 听说这里的丰亭楼很出名 有分不同档次 档次越高 花销越大 普通农家媳妇可以花几个铜板 找里面没烤上秀才的男人 喝一杯清茶 听闻这里的四位头牌 威武雄壮 江南贵妇要与他们春宵一度 须得花上黄金千两 翡翠泪眼婆娑地 抓住我的手臂撒娇 小姐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没了父母 我翻了个白眼 走走走 我带你去 你小姐我呀 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翡翠笑得眼睛亮亮的 那我要选那个最猛的 我屈指勾了下她的鼻子 你就这么没出息啊 跟我出门就挑一个 四个一起来 爽不死你 风亭楼的管事 看到我鼓鼓的钱包 笑得眼睛都看不见 直接派容颜俊美的小厮 把我们送到顶楼规制最高的包厢 一盏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小厮进来倒了三杯茶 都没瞧见今天的主菜 管事来到包厢赔罪 那四个头牌不太方便 这是我们风亭楼的错 若您明日再来 定会送您一个未经人士 好调教的 翡翠很失望 我很不满 又把一兜黄金 砸在他面前 管事得更为难了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挑眉 又从怀里掏出一兜黄金 那就是钱不够了 管事被我砸得眼前发晕 答应我去跟那四个头牌谈谈 不一会儿 包厢木门被人一脚踹开 一个面容过于俊美的公子哥 被簇拥而来 哪个不长眼的敢抢我的人 我和公子哥四目相对 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 姐姐 妹妹 我跑过去 把李云紧紧地抱在怀里 生怕一松手 天上的神仙娘娘 就会把我唯一的亲人带走 李云知道 我也是假死来到江南 一点也不好奇 还又点了几个不外露的壮男 一边跳舞 一边脱衣服 只把我们三人看得小脸一黄 后来 我和翡翠跟随李云 来到她在江南最豪华的宅院里 听说那一片片金黄色的瓦片 都是用真金打造的 一进门 翡翠就被面容俊俏地 看大门的小丝 眼前一亮 小丝身后 是一群穿着统衣 身着白袍的男子 温润尔雅地朝我们行礼 翡翠更是眼前一亮 快亮瞎眼了 就连府内刷马桶的小丝 都长得仪表不凡 谈吐有气质 夜里 我跟李云挤在同一张床上 他问我 你跟靖王的事 我比你听说得早 可我没想到 你一向老实芭蕉的 竟然会主动去风亭楼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 那天我正准备喝假死药 凑巧碰到有人偷偷摸摸 给我饭里下毒 然后我就假装吃了 晕死过去 那人见我被毒死后 主动说是他毒死的 李云虽然不理解 但是很尊重 这样也好 增加你死亡的可信度 我侧身看着他 那个丽妃到底有没有下毒 李云暴怒 一提到这个我就生气 那杯酒里是真的有毒 幸亏我有神医赠予我的解毒丸 要不然啊 我真的死翘翘了 丽妃一家人就是个蠢货 见咱们没有母家作为靠山 觉得就算把咱们毒死 皇上也不会为了咱们对付尚书府 我更无语了 幸亏没有被毒死 被这种人害死 可真丢人啊 李云说 我听说靖王得知你的死讯后 跑到边疆 把李大将军一家给杀了 还亲自领兵攻打突厥 你真的一点也不敢动 我嘟嘴 那你死的时候 沈恒还把尚书诛灭九族 你怎么不敢动 跑回去告诉他你没死 李云和我都不说话了 男人有什么好的 都是大猪蹄子 你怎么可以侮辱我最爱的食物 白日里 我跟李云游山玩水 在路上见到容貌俊俏的少年郎 李云都会以鼓鼓的钱袋子哄骗对方跟自己去风亭楼卖艺 风亭楼 有许多特殊的房间 我喜欢再点十个好看的男子给我跳舞 只可惜我水土不服 对方一靠近我 闻见身上那股独特调制的香粉 我就忍不住想吐 后来我见李云跟我一样 我们就察觉出事情很不对劲 你越是一个月都没来了 李云抓住我的肩膀大喊 我敢保证 姐姐你肯定是怀了身孕 我反问他 那你呢 你离工三个月 肚子里的孩子 李云叹气道 是他的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水土不服 李云有些纠结 怎么办呢姐姐 这孩子生不生 我也很纠结 你生我就生 你打我就打 最后我们拖延到月份大了 也没选出一个合适的决定方案 只能被迫生下肚子里的孩子 我生了个女儿 李云生了个儿子 她一直抱着儿子 试图换走我的女儿 害得我晚上 都得睁一只眼钉烧 等孩子会走路了 她的儿子性格冷淡 被刀划破手 都不哭不喊 而我的女儿 则是一个喜欢撒娇的小甜包 惹得李云又爱又恨 常常搜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哄我女儿叫她一声娘 桃桃是一个很孝顺的小姑娘 从李云那里得到了东西 都会亲手送到我手里 这一举动 又把想要女儿的李云给气到了 桃桃得了一只玉簪 抬起小脚 要给我戴在头上 我把她抱到怀里问 娘好看不好看呢 桃桃眼睛亮亮的 咬着小手 乃生乃气地说道 好看 娘亲最好看了 而李云的儿子陈哥 则盯着昆仑奴手里的流星锤 第一次流露出喜欢的神色 李云拖着香腮 纳闷到 她这个性子 也不知随了谁 我和沈恒都没她这么冷 我和李云四目相对 李云皱眉 我知道侄子像旧 也没听说像叔叔啊 景晨六年春 边疆传来捷报 竟往沈恕 单枪提马业 闯敌军军营 点燃敌方粮草 制造混乱时 将跟四五名婢女 私混的突厥 王斩于刀下 江南街头 到处流传起 沈恕战神的传说 陶陶也不知道 从哪里听说沈恕战神的故事 一直对李云撒娇 叫她把战神也带到风亭楼上班 李云坏笑着抱起陶陶 陶陶想不想要爹爹啊 陶陶看了我一眼 摇摇头 娘亲说爹爹对她不好 陶陶只要娘亲 不要爹爹 李云连亲她好几口 陶陶真乖 沈澈回京三个月后 推辞掉皇上 要给她重选王妃的旨意 骑着自己的战马 来到了江南 皇上为自己的兄长子嗣 感到头疼 靖王妃已经病逝三年 她怎么就这么将呢 大太监李全胜 打了个哆嗦 心想不止靖王一个人将 皇室这一家子都很将 皇上当初为了把前朝余孽救出来 没有跟皇后商量 就直接挑选后妃 把那几个有嫌疑的都挑进宫里 这三年来 后宫一直有人进 也一直有人躺着出去 后来 没有人敢把家里的女儿 送进宫里来了 那些朝臣们也不敢催皇上 生怕皇上看上自家闺女 沈恒并不担心皇位继承给谁 自己还有那么多年可以耗着 真到游进登窟那一天 他会从宗室里选一个聪慧的孩子 作为太子人选 其实他最希望沈恕生一个孩子 可惜沈恕偏偏也死脑筋 陶陶三岁的时候 喜欢跟巷子里的孩子一起出去玩 这日都到了饭点 也没见陶陶回来 我心里觉得很奇怪 叫翡翠出去找找孩子 没过多久 翡翠回来了 我不耐烦地训斥陶陶 都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你是想当别人家的娃吗 陶陶弱弱地喊了声娘亲 我心里觉得很奇怪 抬起头一看 对上一张存在于记忆里 那张冰冷刺骨的俊脸 我吓得连忙后退几步 却不料被男人禁锢在怀里 而陶陶被夹在中间 眨了眨眼 眼睁睁地看着娘亲 被一个长得很帅气的舒白亲亲 李云等不及来叫我们吃饭 一进院子 对上审彻吃惊的毛子 李云面色惨白 我说我只是你夫人 为了宽慰寂寞找的替身 信不信 审彻当然不信 趁着夜色浓重 写了一封书信 用飞鸽传到京城 沈恒赶在端午节前来到江南 李云简单书着百合计 挑了一只闭塞玉簪 聘聘鸟鸟地站在岸边柳树下 低头抿着唇 目光纠结地落在儿子身上 沈恒需要一个太子 李云也认为儿子不适合跟自己归缩在江南 更合适随沈恒去京城当太子 几年不见 李云还是年少记忆里那般清秀动人 只是多了几分富人专有的妩媚 沈恒则每日费寝旺时为国操劳 发际线都后退了一只 我知道他们二人需要独处的时间 便拉着沈澈来到茶楼阁间 望着窗外开始下起朦胧的小雨 心里涌上一股惆怅 陶陶很喜欢我 我也很喜欢你 我不会跟你回京城的 嗯,那我就陪你们娘俩留在江南 啊,我有些震惊地看向沈澈 你可是王爷,怎么可能不回去 沈澈给我倒了一杯茶 我会让皇上把封地选到江南 我捧着温热的茶水 抿了一小口 那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 陶陶,也是你的孩子 我会一个月抽出几天时间 让翡翠送到你那里去 沈澈眉眼间压抑着怒气 那你趁陶陶不在 去封亭楼快活吗 我理直气壮 我一个辛苦带娃的寡妇 去封亭楼怎么了 沈澈眼神按了下来 是我昨天没满足你吗 一提到昨天 我就来气 谁家好人一晚上不睡觉 像头牛一样闷声离地 我哼了一声 是啊,没有满足 我就是这么一个浪荡不羁的人 是比不上你心里的白月光 沈澈皱眉 白月光 云阳郡主啊 我心里有些赌 京城所有人都说 云阳郡主如果没有死 她才是你的靖王妃 胡扯 她是我堂妹 与我同性 那群人胡说八道 你也信 沈澈将目光无奈地投向我 想了会儿 或许是知道我确实很笨 语气放柔 旁人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都会一一向你解释 我嘟嘴 他们说 你在云阳郡主尸体前常跪不起 沈澈差点被呛道 是有这么回事 我眼里泛起水雾 只是有人在云阳郡主死后 朝我腿窝踹了一脚 沈澈有些意味不明地看向我 站在我身后的人 好像是岳父 这个回答是我没想到的 那李长宏呢 虽然你是和皇上下了一盘大棋 也没必要亲自去救他吧 沈澈 那日他们都瞧见李长宏落水 没瞧见 我也被人推了下去 沈澈伸手拽住我的胳膊 将我整个人捞进他怀里 脸颊轻腻地蹭了蹭我的脖梗 他将你撞进水里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想好他的死法 清清 我很心悦你 很在意你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你能否给我一个机会偿还 那时候 我还有点年少心气 一直误以为你对我无情 只是因为妹妹是皇后 想跟妹妹在一起 才嫁给我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如果你真对我无情 怎会因我与李长宏的事情 作假死局 他唇落于我脸上 双掌伸进衣衫 如雨点式的清闻 很快移到锁骨处 是我对不起你 你可以报复我 但不能无视我 我一张小脸红的像山楂果 被他喷洒在脖梗处的呼吸烫得 如果妹妹不跟皇上回去 那我 话没说完 就被同样炙热地吻堵住 几日后 沈恒将陈哥一起带往京城 而李云则和我们留在江南 我好奇那日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李云放下手里的账本 叹了口气 眼里却不见丝毫忧愁 那年京城藏有先皇帝余孽 沈恒为了揪出他们 顺势举办选秀 他虽然没有碰过那些妃子 却也是真的伤了李云的心 李云当时并不知道 沈恒没有碰 眼睁睁地看着心上人与他人恩爱 他心里难受了这么多年 凭什么沈恒说一句都是误会 他就要跟沈恒相爱无疑 李云 摔破的镜子就老老实实地躺在垃圾堆上 在我这里没有重圆一说 我不爱不完美的东西 感情一旦有了瑕疵 再喜欢我也不要了 我仔仔细细地盯着李云打量 发现他很快又投入到查看账本中 丝毫都没有把沈恒放在心里 我叹了口气随即又想到陈根 李云说 我跟沈恒一起问过陈根 你也知道陈根人小鬼大 让他所在江南跟我一起做生意 他不乐意 我也不乐意 我更希望陈根能像他父王那样 做个造福百姓的好皇帝 李云说着说着 目光落在我的小腹上 我还在等你跟沈恕再生个像陶陶那样的女娃娃 你跟沈恕浪迹天涯 你只管生 我帮你养 我脸一红 笑着推扫李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生辰歌生怕了 不想再生娃了 李云被我戳破心中想法 嬉笑地扑上来 挠我痒痒 窗外烟雨连绵不绝 河边生起一团飘飘鸟鸟的白雾 路人躲在棚子底下 与小贩讨价还价 屋外审彻抱着怀里精致漂亮的女娃 伸手去接檐下的雨水 我靠在贵妃椅上看画本 听到女儿如银铃般的笑声 唇角也随之扬起 以墙弦跳触 片月逼人情